恭喜想都沒有想過的 唐啟洋老師 唐洋雞酒屋 恭喜唐老師 緊張緊張緊張 啼啼啼啼啼啼 想都沒想到的唐老師 還是要比走鐘獎 早一部拿到廣播金鐘獎的 遺跡用這些呢 剛才大家都提到了 土星回歸 唐老師 我也是土星回歸 因為我夠土 我叫土豆人 馬上來發發的是 在Podcast講生活風格節目講 這一組真的很競爭 除了剛才介紹的照片之外 還包括雨傘跟 坐在後面的豪平 以及 兩位默契始祖的小熱鬧 還有非常善於營造 節目激奔的善男輕女 所以馬上就要來揭曉 Podcast講生活風格 節目講得獎的是 恭喜 恭喜 想都沒有想過的唐啟洋老師 唐洋金鐘獸 恭喜唐老師 唐啟洋金鐘獸 節目選題豐富 主持人與來賓互動節奏相當精煉 不管是深度還是娛樂性 都掌握自如 此外與觀眾跟土星的距離 也拿捏得宜 是Podcast領域中的典範之一 恭喜唐啟洋老師 唐洋雞酒屋 哦 我的團隊好開心好開心 我 你們有想過這一天嗎 不敢想 好 我有你稿子 我好緊張 首先 謝謝 野土星回歸的廣播金鐘獎 第一次回歸通常是29歲啦 第二次就是59歲 謝謝 大家都知道了我的秘密 首先謝謝評審 也謝謝文化部 把Podcast納入廣播金鐘 才讓我有機會站在這裡 其實成為廣播主持 一直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真的 我會學廣播主持人說話 沒有想到是繞了這個遠路 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聲音是最能觸及靈魂的 因為我們的耳朵最靠近腦 我們的喉嚨最靠近心 那我要謝謝評審 讓這麼特別的節目也能夠入圍 這也代表你們對療癒系節目的肯定 謝謝你們 那我也要跟其他的Podcast說 就是這一次謝謝你們承讓了 以後還有無數的金鐘等著大家來拿喔 所以不要失去我們的熱情 那再來呢 我當然要謝謝我的團隊 我的團隊 社群小組 這三位 紅豆 阿婷 卡羅 以及我的金牌夥伴 玉琳 還有我的經濟小組 冰冰 Zoe 星星 謝謝你們的支持跟陪伴 也謝謝陪我走過開創之路的First Story 沒有你們就沒有我的節目 那還有 我要謝謝支持 唐陽記久屋的聽眾 我愛你們 請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會繼續的創新下去 還有一點時間 你們講一下 嗯 唐陽記久屋是一個占星 但又不只有占星的節目 它不只陪伴大家度過每一個水逆 土星回歸 更是讓很多人在每個深夜 有點自我懷疑 感到迷惘時 一個能夠療癒的出口 感謝評審 看到了唐陽記久屋的價值 也謝謝我的人生導師唐老師 讓節目既有深度又有娛樂性 還有我團隊 可愛的卡羅 阿婷 義軍 榆林 一起想出這麼多這麼棒的企劃主題 還有謝謝老闆 玉琳姐 無條件的支持 以及今天現場來幫忙加油的夥伴 謝謝First Story 還有我最棒的女兒跟兒子 最後 要謝謝所有喜歡彈陽記久屋的朋友 願意把每週二五的時間留給我們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